不但要省电 现在也要想办法省水了 台中德金水库蓄水量铁不过5成 供水灯号呢 已经从绿灯转成了黄灯 现在必须要减压供水 春雨下的不够 没有办法解渴 也导致和平区茶叶干枯 那么减收了4成 离山地区的高山水梨则是花苞开不出来 结不了果 农民预估啊 今年的水梨减产恐怕会超过5成 春雨少了可怜 台中和平山区持续干旱 高山水梨花苞开不了花 让果农好焦急 水梨缺水将3月初冷气团影响气温奏降 刚冒出雅乐花朵瞬间被动坏 花开的稀疏担心结不了果 果农预估今年恐减产超过5成 受到影响的还有高山乌龙 茶叶因为缺水严重干枯 叶片不是较黑就是枕株枯死 新芽长的有限减收4成 有输度的地方就比较好 没有输度的地方就比较不好 暂时可能34成吧 老天爷要不趕快落后 春雨有限大雨下不来 德基水库蓄水量跌破5成 直升46.9% 供水灯后转变 从绿灯水勤蹄性转为黄灯减压供水 目前包括台中北彰化地区 减压时间为礼峰指段 从晚间10点到隔天上午6点 虽然不影响民生用税 但就怕两年前的限水噩梦重演 没雨季节前 民众得解约用税 接着中部送到